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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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早晨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网络研讨会 早晨 谢谢大家这么早来到这里 在开始之前想知道大家的背景 大约有少少资料 所以我会首先有一个投票 主要是大家应该看到的 想知道一下大家究竟现在 会不会是在准备怀孕还是怀孕 还是在胃乳 还是有没有感染过COVID 打了疫苗没有 还有对今天的课题有什么特别有兴趣 欢迎大家告诉我们 让我们都知道一下大家的背景 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这个网络研讨会 是由香港大学附产复学系 和YWCA 即是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的 因为疫情非常之严峻 我们也收到很多的查询 关于如果坏了印 又或者准备坏 又或者在胃乳的妈妈 一些不同的关于如果真的染病 或者是打疫苗的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了这个Webinar 所以我们今天就开了这个Webinar 可能我们因为看到有些朋友进来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很快开始 不过 也有些朋友陆续投票 也简单介绍一下 今天我现在展示出来的一张階段 就是今天我们的行程是怎么样 有几个不同的讲题 有不同的朋友和同事 是主讲的 欢迎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都可以在那个Zoom 就有个Q&A box 另外就是Facebook live 如果有些朋友在Facebook live 看着的话 都可以在那里问问题 我们都尽量 希望可以解答到大家的问题 大家看到今天的讲者 包括还有YWCA的私心辅导员 Kathy是黄女士 她第一个会和我们讲一讲 关于未来女青会推出的一个热线服务 另外就有我们香港大学副产科的 有几位的医生和吴教授 另外也有玛丽医院的助产师 杨姑娘会和我们演讲 我们稍后会简单介绍一下他们 事不宜迟我们开始了 好吗 或者我分享一下 大家有部分的朋友投了票 大家应该看到的结果 原来有三成至四成的朋友 在准备怀孕 另外也有一些是怀孕中的 原来没有人是畏锦无语的 另外有一些 全部都不是可能是一些 女青的义工 我估计可能是 或者各种原因 想知道多些关于这个课题的朋友 另外有十几个百分之后 就说感染过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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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们事不宜迟就开始今天的内容 首先我想介绍第一个和我们分享的就是黄瑞芳女士Kathy 她在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就是YWCA的资深辅导员 她会和我们介绍一下 女青将将会推出的一个 叫逆来信人的人产夫妇的热线 我们有请Kathy Kathy你可以分享你的階段 大家好 让我试试一下 大家好 我是Kathy 其实我们将会在3月21日 亦是星期一 正式推出一个是资源性的 亦是一个支援性的热线服务 就是逆来信人产夫妇 热线支援关姑服务 其实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我们自己的热线 现在都有36年的历史 其实对于人产的家庭的关怀 我们在2000年开始 其实已经和两间医院 先后和两间医院 马力医院 联合医院 一直都有做产前和产后的电话为民 所以其实我们的热线移工 在这方面的培训 都是相当之有经验的 我们有见到现在的情况 我们就更加觉得 集合状态 希望可以推出热线 可以支援更多的人产家庭 好了 我们先说一下 一说起电话 真的很多人的情绪就来了 在这段疫情的期间 是火都滚了 所以我用红色电话 很生气 因为为什么 打了很多次电话 一百次 几百次 有些人说怎么知道一百次 打极都不通 那些什么热线 打极都没人听 政府会不会电话不听 很生气 很不开心 甚至有些说我打了 通了 他会来接那些亲人去隔离 谁知道一直都没有消息 打完都浪费 这些电话是没有人听的 当然我们热线就不会的 好了 为了我们了解一下热线服务 如何去支援这些人产家庭 不如我试试说一个个案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位人产的妈妈 她很好 她们都愿意和我们 分享她的故事 我相信她在我们当中 听着的 很可憐 我介绍一下这个女孩 她是这样的 她跟我说 她说那天很开心 她找到一份補卜工 刚刚打算那天上班 谁知道 她是这样的 她是12周的 她在未怀孕之前 她打过一针的疫苗 那时候未知自己怀孕 打了针 有了孩子之后 我想她和很多怀孕的妈妈有点担心 所以就没有打了 没有打第二针 第三针 她说回那天 准备上班 第一天上班 她很开心 我很喜欢 谁知道那天 就发觉老爷确诊 这个没有打针 就是老爷确诊 真是可憐 全屋就戒鼻 又要噴消毒水 又什么又什么 很多事情 她就开始打电话 她有了刚才那些火刀滚的电话经验 她说打了很多次 每天都大大大大 但是就没有消息 就是没有人听电话 老爷的情况有反复 好像又好一些 但谁知道 其实当时在2月初期 送卷还是不送卷 够不够来 有没有手带 政府说来又不来 转转转搞了很久 甚至乎老爷好像复羊 那时候是不是复羊 不知道 很害怕 厌极都是羊姓的 真是担心到不得了 她也不能上班 她是紧密接触者 好了 到老爷好回了 很开心 谁知道 隔壁的老公又确诊 马上就要睡房一睡 又要整天消毒 她很担心 她两个怎么在隔壁呢 即是怎样呢 即是烧到来 越来越近了 即是很不知怎样 是否要隔壁呢 都仍然继续打很多电话 都是很幸運 产检又延迟了 明明想BB可以有产检 就知道一下情况 现在又不知怎样 又不知她怎样 还闭家伙呢 就是身体 那些皮肤出现红疹 哎呀 又不敢亂用药 不要亂用药 即是产股影响 哎呀 更麻烦的 就是出血 嘗嘗嘗 嘗嘗 是不是 没多久呢 哎呀 自己都确诊了 一路上讨论区 一路看些什么自救 听过人家几天就行了 为什么我不行呢 还有她继续烧 继续烧 哎呀 吃不吃得必你痛呢 不吃得的 不吃得必你痛的 会不会影响阿B 哎呀 哎呀 怎样呢 那真是捱不到 烧了三天 会不会烧到她 免得吃一粒 哎呀 那就是 其实 真是可憐 她说呢 看着那个检测 明明呢 又好像淡了 她的第二条线 又又深色了 哇 整个人都很煎熬 我听着她说话 还有最可憐的是 她说呢 我常常上班 但是一路都没上班 新工来的 都没上班 见过同事老板 整个月都没上班 真的会不会被人炒入院呢 或者同事会不会高兴呢 自己会不会好像很没用呢 真是可憐 这就是她的故事 这个妈妈呢 其实呢 我听到呢 她呢 好心不 好想自己去睡 好猛疹 好猛疹 好不安 是不是 好了 那很好呢 就是 她呢 我们的义工 跟我们的助产士 也有机会 跟她聊电话 好猛疹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妈妈的情况 那就是 OK 我拉低一点 是的 那 哎呀 其实 我想呢 她跟很多现在香港的家庭一样呢 真是进入了一个抗疫疲劳 哎呀 真是 真是 所以我们又忙于呢 又会知道市场买东西 又那样 又那样 又不知好回不好回 又要消毒 又不知你噴那样 又要洗那样 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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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加上身体又不惜了 没有力了嘛 怎样应付那么多东西 活业活练那些东西 明白 最惨的是 她求助的 很积极求助的 但是没有助 很无奈 都没有人帮的 好像叫天不应 叫地不物的 那种一个人去应付所有问题的 那种孤单感呢 是令到她没有主意 明白 也都是 很多事情想 她都说 我形容过过几月 她现在还是 好像监禁期那样 很细自由 很严重 那样 还有 吃不吃药呢 有几年吃药呢 会傷害到寶寶 不知怎么办 寶寶会不会有影响的 会不会满了寶寶的 很害怕 他会出血了 但是又没有得产检 究竟有没有事的 怕得不得了 都睡不着了 明白 还有呢 其实不肯这么好想隔离 快点隔离 我们已经过去 迷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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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需要有热线 所以有热线的义工 跟他们聊天 就好很多 他又担心自己是称职的员工 我们的义工跟他聊天之后 其实呢 他觉得很好 就是有一个机会给他去疏导一下情绪 去抒发一下这些东西 他说跟朋友跟亲友 说不了很多 越说的人越心烦 又令到周围的人很担心 但是跟我们的义工呢 我们给了很多空间 去整理他自己 把很多屈满都可以抒发 他觉得很舒服 再加上呢 就是 其实在过程里面 我们有些助产士 有些人有折身的义工 都会告诉他 你三个月了 其实呢 宝贝的身体器官 基本上都完成了 也就是 生长都很好 那这些上呼吸盘的疾病 有时候 其实未必一定有这么大机会 会影响到宝贝的 那他又安心一点了 那当然了 我们也会和他评估 就是说 那个危机有多大呢 对啊 他出个月 有没有停到啊 有啊 可能是 现在也是有些少量的义工 那我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义工 原来都很快 会有机会做的 那又令他安心一点 哦 原来为什么会有濕疹呢 那我们又帮他 我们很有经验的义工 跟他说 你24小时你吃过什么啊 哦 原来他发现呢 他可能呢 怕自己不够营养 就喝点牛奶啦 是不是啊 甚至乎蛋都会发的 哦 那帮他们 哦 原来20小时 你又吃过这类的东西 都可能影响了你 那这样 就觉得 哎呀 原来这些东西 那我又试着停下不吃 那个疹呢 濕疹呢 有没有好一点啊 哎呀 有好一点啊 那我妈妈的心情就安逗了 那其实 基本上呢 我们都是跟他这样聊天 是令到呢 他妈妈呢 他的感觉呢 是得到 就是 就是书饭了 整理了 令他不用那么担心 还有有人去聆听他 陪伴他 这个都很重要 嗯 嗯 Hephy 我都见到 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都见到 平时都会见到 很多妈妈都会有很多的 这些的 就是担心 那我知道 是来着就因为 就是这么多妈妈有这些问题 所以 就是 就会有一个新的服务 是不是 是啊 我们这个团队都好 好有 很多专业的人士 有 刚才有说过 我们有 有你们香港U的 吴洪玉教授 他做我们的顾问 有梅绵琴医生 他是一个精神托医生 还来过 还有 资深的座产士 前座产士 是你们马里医院那边 麦嘉宜姑娘 还有 我们有些很资深的 辅导员同 社工 和一些资深的 父女义工 我们听闲听20年 就去支援这条线 他们可以 我们会提供 热线的电话维密 以及 我们会做一个 外星部的 产前产后的指数测试 和一些人产压力 和情绪的支援 大家可以去数这个顾问 那就可以进入 我们就会 去回电 希望大家可以善用这个服务 特别在这段时间 我们试行三个月 希望可以帮到更多人 有时间 我们交给Sophie Hello 多谢你 Kathy 我相信很多妈妈 或者夫妇 都会 多谢你们有这个服务 可以帮到他们有不同的 一些提供 可以帮助 可以帮助 Kathy 你可以先停止 分享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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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着我们就有请杨莉敏姑娘 杨莉敏姑娘 杨莉敏姑娘 你可以先分享你的视频 杨莉敏姑娘是我们 我们马来医院的座察室顾问 亦都是国际母语慧部顾问 杨莉敏姑娘 你可以开始你的视频 好 他可能 可能之前停止了 他还有一些不太能开 但我只要说话才可以 大家都听到 是啊 听到 好啊 好啊 好多谢王姑娘说 还有多谢 Sophie的介绍 其实我今天想说 如果妈妈或者孩子 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病 COVID-19的时候 还可不可以继续喂人奶 刚才也看到个帖子 就说 其实有一些同事 或者有一些妈妈 曾经都试过有染病 这样的 就没有人有胃部母语 那你可以先知道 多一点的资讯 因为呢 接下来我们就会讲一下 先讲一下 为什么想胃部母语 它有什么好处 而且它怎样有个好开始 而呢 那个新冠病毒呢 对于很多妈妈来说 或者很多怀孕中的太太来说 其实它会想关注 究竟它会不会经过这个母语传播的呢 其实会不会因为胃奶 而令到寶寶会病了呢 另外就是如果 如果真的染病了 如果是妈妈 寶寶没有的时候呢 又或者是 寶寶染了病 妈妈没有的时候 那还值不值得喂人奶呢 那这些呢 其实都有很多太太 或者妈妈 都会有这个疑问在心里面的 那我们一开始就讲回 为什么我们都会想说 胃部母语 那样 其实世界卫生组织 就说了 其实呢 头六个月就纯母语胃 六个月之后呢 在寶寶继续吃人奶的时候呢 你慢慢添加其他固体食物 有营养安全和足够的食物 可以继续喂母语 去到寶寶两岁或以上的 中间呢 是不需要加任何水或者奶粉 那样的 那其实呢 对于寶寶来说呢 寶寶的好处是呢 因为我们是人奶 就给人的寶寶这样 那所以呢 它是会按照寶寶的发展需要 和它的发育需要而製造的 特别是呢 它会触碰它的脑部发展 增加它的智力 而呢 它是比较容易消化和吸收 因为它有里面一些特殊的酵素 最重要呢 就是在我们现在说的这个 pandemic里面 在这个新冠病毒 比较流行的情况之下呢 其实它会增强了 寶寶的免疫力 减低它的中脸炎膜脸 之后的肥胖和糖尿病 那对妈妈来说呢 它也有一个好处的 因为呢 如果你 胃部母乳的话呢 又可以帮助妈妈 子宫收缩 减少她的产口出血 减低她的骨质疏 乳癌和软巢癌的机会 在过程里面呢 其实会增进回母婴的亲密关系 那就会增加回妈妈自己的满足感 而对于这个社会方面呢 其实你减少了慢性疾病呢 就是减低了那个医疗成本 因为你帮孩子呢 好像给了一剂 有些很有效的练义针 希望保护她的身体 减少这个废物排放 因为你不需要有奶粉罐 不需要有其他的物品 保护环境 如果孩子健康一点 妈妈又不用陪她去看医生 其实妈妈如果有上班那些 就会减低她的缺勤率 所以中观来说 其实母乳胃部 是有很多好处的 它的益处呢 是高过她的封建 所以如果你说给母乳胃部 有个好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鼓励 刚才我看到有些太太说她自己在怀孕中 在怀孕期间 就早点和孩子建立关系 多点和孩子聊天 感受一下她的胎动 改个名字 生完之后 尽早开始 还有持续的肌肤接触 会令到成功胃部母乳的机会 又会增加了 以及按孩子和妈妈的需要来胃部 那我们会说 这是一个会认识的胃部 无论是孩子和妈妈 都有一个需要 最重要的就是 需要家人的支持 因为其实家人都很重要 妈妈除了喂奶之外 你猜不猜她喂奶 你觉得妈妈病了不舒服的时候 你知不知道她还可不可以喂奶 有什么可以帮她 这些其实家人是可以帮到手的 那我们知道了 那我们知道了 胃部母乳的好处 以及如何有个好开始之后 那我们就会想 如果我真的胃部母乳 而现在新冠病毒病 那么流行 那其实那种病毒 会不会经过母乳去比呢 因为我都很担心 透过胃奶 惹病了BB 这样的 那其实呢 根据现在的研究数据去显示 那我们看了一些 系统中述的研究 他其实发现 其实妈妈那些孕婦的妈妈的母乳 因为呢 他里面是没有这个病毒在 那其实呢 就会说回 我们担不担心 透过人奶 会传染病毒给BB呢 其实就不太担心的 因为呢 就算有 都不会见到一些活药的病毒 那所以呢 其实都鼓励妈妈 会继续地喂捕母乳 但是呢 会有一些情况之下 会喂捕母乳的时候呢 有机会会传染病毒 就不是因为奶的本身 而是那个飞沫的传播 就是说呢 妈妈打黑痴啦 吸啦等等啦 以及呢 他接触了一个污染的环境 因为他摸过 手碰过的地方 那所以呢 其实呢 是有需要 减少这个飞沫和接触的 那在我最后 讲完之后呢 我会播一播段片 给大家看一看 那我先继续讲下去 那有一个UNICEF的片 是讲 究竟喂捕母乳的时候 那新冠病毒病 对于我们的看法是怎样呢 那我们知道它不会传播了 但是要注意飞沫和接触那个传染 那但是如果妈妈不幸地 染上新冠病毒病 但是婴儿没有的时候 那妈妈还可不可以继续喂呢 如果你听我说完之后呢 你应该都有个想法呢 就是可以了 那为什么可以呢 因为呢 喂捕母乳的那个益柱 就比那个风险多了 虽然妈妈是有染病的 那有很多时候呢 你初初还是很 初段的染病的时候呢 那妈妈就可以擠奶或者泵奶出来 就给其他没有感染的家人去喂BB 那自己又可以休息多一点 以及呢 也都减少了 直接传播那个机会的 但是呢 其实呢 都会有说 如果真的没有人可以帮到手 有一个没有感染的家人呢 妈妈其实都可以亲自这样喂BB 买身喂的 那尤其是病好了之后呢 就可以继续喂BB 那如果就是这里说了 如果你找不到人帮你照顾BB的话呢 你要记得 刚才说过呢 两个比较重要一点的 减少飞没和接触 于是呢 你就要戴好个外科口罩 那避免打黑痴或者咳嗽的时候呢 就会传到给BB那些飞没 做好你的手卫生 就是说呢 你会用碱液和水洗20秒 又或者用一个酒精搓手液 以及保持清洁的环境 在家里面的家居的清洁也都很重要 减少接触到污染的环境 透过你的手 捉及到BB 那其实做好这些呢 也都可以减少BB会患 新型冠状病毒等的机会 而透过呢 我们刚才说的 在母乳里面呢 妈妈其实会做一些抗体 她其实会保护到BB 即使BB会有机会感染的话呢 在其他情况之下呢 我们都会觉得呢 BB是会 她的病症会轻微一点 或者她甚至乎有机会是没有感染的 所以其实妈妈呢 是很鼓励她呢 继续都是喂过母乳 如果在染病期间 最好呢 就是擠出来 或者泵出来 给一个没有感染健康的家人 给 如果她找不到的话呢 就自己喂 那 喂母乳的时候呢 也是重新再说一次了 要减低这个病毒的风险 透过飞沫 以及接触的途径 所以刚才说 戴好口罩 做好手卫生 以及要清洁好环境 这些的防务组施呢 就要做好了 每一次擠奶和泵奶之前呢 刚才都说过了 戴好外货口罩 做好手卫生 清洁 消毒 放在擠奶或者泵奶的用品的桌面 以及将那些用品呢 之后都要妥善地清洁了它 和消毒的 有些妈妈都会问 需不需要每次清洁的乳房 那答案就是 不需要的 妈妈只要保持个人的卫生 每天洗澡 其实就足够了 这个就是胃部没有乳 需要注意的事情 如果情况不许可 譬如妈妈真的很不舒服 而妈妈BB要分开 譬如妈妈要住院 但BB就在家的时候 可能暂时要给BB吃着配方粉 或者这个奶粉的时候 其实妈妈是鼓励她 继续继续泵奶或者擠奶 令到你维持做奶量 以及防止乳腺炎和乳腺阻塞 你回家之后 仍然都可以继续餵母乳 很多时候 妈妈会担心些药会影响BB 如果妈妈有轻微症状 例如她吃一些 退消止痛药 消炎药 以及收鼻水药 例如 Panadol Iboprofen 或者Puritone 或者Clorofenamin 其实这些都可以安全 和可以继续餵BB 但妈妈要注意 就要多喝点水 和休息 就要请家人帮忙 分担家务 但是如果妈妈开始有一个轻症 而开始要吃新型肝脏病毒病的药 我们本刚暂时有两种药 就是默沙东的莫娜皮拉韦 或者是一个辉瑟的帕克斯诺韦德 我们可以说一下 其实帕克斯诺韦德 或者Paslovid 其实是可以胃部母乳的 它除了可以减低入院和死亡风险之外 也认为胃部母乳的妈妈 或者坏人的太太 其实都可以食用 至于另外一种 默沙东莫娜皮拉韦 它其实本身都说 它自己不建议这样胃部 甚至乎 要胃奶的时候 可能要停一停一段时间 那重症的人 就有机会 可能会吃这个瑞德西胃 就是会打针 那这个呢 其实有关于 如果你患病 而要吃这些药的时候 都鼓励你 你会跟医生说 你现在的状况 就是我现在是怀孕 我现在是胃部母乳的妈妈 那我们就会跟你商量 找一种适合你的药 就你那个情况 那如果BB 验上了新冠病毒病 但妈妈没有死的时候 可以继续胃呢 那当然可以 因为其实BB 如果5至3岁 也不能打针 不能打疫药 那妈妈呢 其实真的很鼓励她继续胃 那妈妈胃的时候呢 仍然都是要带好 外科口罩 做好手卫生 保持清洁的环境 那如果BB要住院 而妈妈没得陪陪的时候呢 妈妈其实可以考虑 折癌出来 根据医院的指示 就送到医院给BB喝 那这个呢 那这个呢 就是每一间医院 都有些少少不同的做法的 那所以呢 就是很欢迎 和你们的医护人员去商量 究竟怎样可以做到 继续保持着BB 可以喝你的奶了 那呢 那我暂时就讲到是这么多 那我就将交给佣医生先 好 谢谢杨姑娘 你可以stop了你的screen share 其实我还要讲过那段片 是啊 好啊好啊 看你们看不看到先 好啊 是不是应该到 看不看得到啊 看得到啊 如果COVID-19 是和监加血编写 这些医院的医院 帽子能助可获得 身体 可以持续保持 戏 性眼前 准备 咬唐尽 或饋死 着 出口 臭 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致上那段影片也提到胃部母语的益柱是比风险多的 所以继续鼓励各位太太可以继续胃部母语 以及做好刚才所说的预防措施 减少飞没和接触全面 谢谢杨姑娘 接着我们就会到下一部分 下一部分我们会请到香港大学夺产科学系的荣宇林 临床在理教授 施涂天恩医生 其实他本身也是玛丽医院的副副病医生 施涂医生你可以先分享你的视频 他也持有香港妇产科学院的母胎医学分科认可证书 他今天跟我们分享的课题会是 如果有些母胎真的不幸怀孕的时候 染了COVID 应该怎么做呢 正如Kathy所说的 有些母胎真的会很担心 以及不知道怎么办 接着我们就交给施涂医生 我们看到你的视频了 施涂医生 好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如果真的染到COVID的话 在华人的期间可以怎么样处理 我想在2月刚刚第五波开始的时候 很多人都听到这些新闻 就是说其实我们在第五波疫情的 孕婦的确诊数据已经多过我们前四波 这个是很悲哀的故事 不过我们发现到 也有一些是有重症的患者 所以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要好好注意 预防感染COVID 还有我们很想大家知道 如何处理到这个情况 接下来的20分钟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这些以下的资料 譬如孕婦如果确诊的时候 有什么病征 如果真的不幸染到 确诊到自己的快诊是有阳性的 下一步可以怎么处理 因为这些其实都是很实际的问题 也很多我身边的妇女朋友 都经常问我这些事情 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不幸染病了 可以如何监察自己的病征 或者有什么充足的治疗方法 我想也很多太太会担心 会不会影响到个BB 传到个情况给个胎 这样的情况 最后也是一些很实际的事情 到了真的生产的时候 有没有什么要注意 还有有什么特别东西要处理呢 好 我们首先讲回病征 其实跟普通人一样 就算你不是怀孕的孕婦 其实都可以没有病征 怀孕的孕婦也有一部分是完全没有病征的 是一个很広的大量 亦都有些妇女有轻微的病征 例如发烧、发冷、出汗 流鼻水、咳咳喉咙痛 都是很常见的 亦都会累些 肌肉酸痛或关節痛 頭痛那些都是我們常常聽到的症狀 也有些人是會沒有傷胃口、輻射、嘔吐的情況 如果真的有這些情況,就記得一定要注意喝水 有些我們想大家注意的 叫做蝦蜜症 就是一些危險的症狀 因為這些不是很多人有 但如果真的有,其實是危險的 我們希望你會去急症室求診 或者去看醫生的情況 例如你如果真的吃了退燒藥 發燒通常吃完退燒藥 定時定後吃,通常都會退燒的 但如果你持續都是發高燒的話 那一定要看醫生 如果過低的溫度,其實也是我們擔心的 有些婦女如果真的有抽搐、呼吸困難 是不清醒的那些 其實也是我們一些叫做警號來的 所以如果你說注意到我有這些病徵 其實真的要去求診 至於因為我們也有個擔心 就是會不會其實那個COVID 是影響到懷孕婦女呢? 所以如果開始覺得寶寶動的那些婦女 我們都會提醒她去注意胎動的情況 如果你真的印周後期的婦女 而發現胎動少了或者胎動沒有了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警號 一定要去醫院那裡求醫 其實在2月至3月期間我和我的團隊 都有嘗試打電話去跟進一些 剛剛確診COVID的病人 我們打了60至差不多80個電話 其實so far 很幸運 其實大多數都是輕微的病徵 那他們在家裡休息完 處理完 其實他們都是恢復起來 而沒有什麼後遺症的 那但是雖然說大部分人可能輕症 其實都有一些人可能會有嚴重的病情 或者是有重症的機會多些的 譬如以下的群組就是 如果你沒有打或者還沒接觸你的COVID vaccine 其實你是多些機會患有重症的 如果你是肥胖或者年紀大小小的那批孕婦 其實都會擔心多些有重症的機會 那當然如果你說其實除了懷孕以外 還有一些自己長期的病患 例如糖尿病 心肺的疾病 或者你是有些免疫系統的問題 其實你都會多了機會有重症的機會 那到懷孕後期那些孕婦 其實我們知道第三個Trimester的孕婦 其實他都會多了一些患重症的機會 那說回來 如果你說真的自己 現在大部分人都是在家裡驗Rapid Test的 那第一件事 驗不到陽性 那下一步可以怎樣做呢 提醒大家 因為始終我們醫院 我們其實都有一個清潔的地方 你在診所那裡 其實見到其他的孕婦 大家即使說戴著外科口罩 大家不會無緣無故脫了口罩 但其實呢 都是一個高危的地方 那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自己驗到陽性 就一定不要來我們醫院或者診所那裡了 那其實呢 很多醫院呢 你在複診那張紙那裡 都會有一個熱線的電話的 你一般你可以打去 跟他們說回 哎呀我驗到COVID 那我們都會 有同事可以聯絡回你 幫你安排回適切的安排 根據你的周數 根據你的情況 可能幫你退後你的產檢 如果你說真的很大周數的 直接是需要入院的呢 我們都會 tackle accordingly的 那所以不用擔心 你聯絡我們 我們是會幫忙的 那另外提回 就是剛才說過 如果有那些 複診症的話 一定一定要去急診室那裡求醫 通常那些孕婦 有時候是會直接去我們 產科病房 不需要經急診室的 但是如果你是染了COVID 就不要直接衝過來 因為我們都不想 惹到其他的孕婦 那另外 都說回 現在 政府都有一個申報的系統 就是其實你孕婦也好 不是孕婦也好 其實你都要通報回 你的COVID的陽性測驗的 那就可以去回政府的網頁那裡去申報 那如果真的染了病了 一般來說呢 我們都會 大部分都是在家隔離 這樣的情況 那在家隔離期間呢 不是沒事做的 我們都會鼓吹 都要每天記錄自己的病症 特別是呼吸 心跳 和體溫 那呼吸來說 我們要注意有沒有呼吸困難 這一點 呼吸困難 呼吸困難 就是呼吸很辛苦 不舒服的情況 坦白說 孕婦有時候 你不是染病 有時候呼吸也會比較困難 所以在這段時間 就要自己注意 另外一個比較我們叫做objective的處理 就是觀察自己的呼吸頻率 吸氣呼氣為之一下 其實你可以數一數一分鐘裡面呼吸的次數 因為如果你發現原來你的呼吸次數一分鐘是多於20次的話 其實這個是不正常的 這個我們都會建議你要看醫生的 另外一個心跳 我想大家很多人都有個 有可能家裡有血壓機 都可以量度到自己心跳 或者現在就算電話那些apps 都能夠幫你查到你的脈搏心跳 但如果你說傳統一些的做法 好像這個圖畫那樣 你放你的手指在你的 好像把脈那個位置 其實你是會感覺到自己的心跳 一下一下這樣跳動 那又是了 要自己數了 一分鐘 如果你的心跳多過100下以上 也都是令我們擔心的 當然你自己注意 如果你說我剛剛跑完步 通常你的脈搏會快些少 你說我剛剛在罵小朋友 又是會心跳會快些少的 那我希望你去檢查的時候 是你在你很平靜的狀態去檢查你的心跳脈搏 那注意一下如果100次以上 這個是我們會緊張多些少 那你又要聯絡醫生了 那另外體溫那裡 每日最少都要量體溫一次 通常一至兩次左右 那因為我們剛才都說過 我們Red Flag就是 如果你持續發高燒 其實這個是我們的警號 那也是要聯絡醫生的 那知道了自己 如何照顧自己之外 我們其實都要知道其他的治療方案 如果病徵輕微那批婦女 在家裡再加隔離的時候 其實我們通常都建議多喝水多走動 多喝水是因為 其實如果你患了COVID 後龍很乾很痛 還有你有發燒的話 其實你對於水份的需求 都是會增加多了 那所以就一定要多喝水了 那另外就是要多休息 但是我們又要提醒 不要長期時間餓床 因為孕婦呢 其實他就算不是染到COVID的孕婦 那些孕婦呢 他那個血都是比 不是在懷孕的時候 會比較稠一點的 那如果你說長期餓床不動的話 都會增加了你 那些失血管的機會 那另外我一會都會說 其實COVID患者 他也都會多了失血管的機會 那所以多喝水多休息 但是也都要多走動 那另外就是 Yet always true the rule 就是要均衡飲食 那還有呢 如果真的說發燒 頭痛肌肉酸痛 其實可以吃必利痛 就是paracetamol的 那那個是懷孕安全的 剛才楊姑娘都提過 其實胃部母乳 這些藥物都是安全的 那其餘的收皮水藥 或者多種維他命 那些都可以是繼續可以吃的 那另外提到 就不要亂吃一些 未經醫生處方的藥物 因為有時候我們不知道他的成分 不知道他的安全性 那就不要亂吃了 那至於 剛才都說過 現在其實COVID-19 都有一些新藥可以是吃的 那現在這些抗病毒藥物 已經獲得了那些 FDA和藥物管理局的緊急使用授權 那所以其實現在在香港 我們都有開始多些人知道這些藥物 那看看這兩隻是新出的兩隻藥物 而在香港我們有引入的 那兩隻都是口服認識 那兩隻藥物 那兩隻藥物其實都是口服藥 對於輕症的人士 是我們建議是盡早開始用的 但是你看回 它是有一個不適用的人群 就是不適合用的 就是孕婦或者冒雨 在胃部的婦女 其實就不能夠吃 那另外 輝瑞那一隻藥 其實它就沒有這個 就是不適合吃的人群的情況 不過如果真的需要用到這些藥物 都是提醒你 要資深你的醫生 根據你的情況 你的病情 你在輕症重症各樣東西 而去決定 就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至於另一隻 Ramdesiv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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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德西衛 瑞德西衛 它其實就是要打針的 那這個一般來說 你就不會說在家裡 或者自己開得到 那 所以到時候如果真的 醫生跟你談 你都可以考慮的 但是都想提醒大家 這個藥物 看回醫學文獻數據 其實之前都有些文獻 對比一些有吃到這隻藥物 以及一些沒有吃到這隻藥物 患了COVID的孕婦 其實都發現 在媽媽的症狀 媽媽的症狀 和嬰兒的生生兒 死亡率 或者死胎的機會率 其實是沒有增加的 所以相對來說 如果醫生跟你談 你可以真的 有需要過一群 其實都值得考慮一下 不過都是 我們會跟回到時候 真的你的情況 你的病情 你的需要 再去跟你談 所以如果真的 有些什麼 真的患了病 去到醫院 放心交給我們就可以了 另外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這個COVID病毒 會不會影響到我的懷孕的我 或者我的嬰兒呢 對於媽媽來說 我們通常 產科都是分 對媽媽的風險 和對嬰兒的風險 對媽媽來說 其實我們知道 染了新冠病毒的孕婦 其實她有多些早產的機會 另外高血壓任 神毒血那些 都會高一點的機會 另外也有明顯說 其實如果你有COVID-19 你會多了血小板低的機會 所以有些人 如果她是 在懷孕期間 因為某種原因 吃著一些藥 叫做 阿斯匹林的 阿斯匹林的話 在那段懷孕 懷孕染了COVID的情況下 我們建議 當時是要先停止它 因為我們不想加劇 你血小板的問題 增加你出血的風險 至於剛才提醒大家 要多走動 就是主要是因為 有多了機會 有血管生失的機會 你看回 之前其實 報紙也有看回 報道過 原來患了COVID的孕婦 原來住院期間 要打薄血針的 為什麼要打薄血針呢? 其實就是減低 你因為COVID 因為住院不動 而導致你有血管生失的機會 所以我們就要是一個預防性 來打薄血針的 說完媽媽 我想大家都很關注 對於嬰兒的影響 坦白說 都算幸運 其實暫時沒有文献報告 說染到COVID的 媽媽會增加了 胎兒先天結構的機會率 如果你說 我其實二十週原來照了結構 好了,寶寶沒事 現在染了COVID 其實你不需要擔心 即使你說 我在華人早些期間 染到COVID 接著你去照結構 其實都不是因為COVID 而影響到你先天結構以上的風險 但是我們知道 如果染到COVID的媽媽 她的胎兒可能那個尺寸會比較細碼一點 會長得少少少 至於我想很多人都會很關注 胎死腹中的危險性 因為懷孕期間 如果你說 有胎死腹中的現象 一定是每一個媽媽的惡夢 其實看回文献的例子 你看回這裡 這個是 看回每一個COVID overall 這個是在2021年 2020年至2021年 在美國的數據 那她看回 其實 胎兒死胎的風險率 這一批就是 一就是背景的危險 因為坦白說 很不幸地 即使你沒有患到COVID 有時候都會有死胎的危險性 但是患了COVID 其實你會增加了一倍的機會 即使說她患了COVID 會增加了機會 其實總體來說 那個機會都是很低的 都是少於1% 所以希望孕婦 即使染到 都不要說真的 正是注重著 畢家火了 我的胎死腹中風險很大 這樣掛心著 是的 儘量放鬆去應付你的病情 希望你的病情會快些恢復 另外 都擔心 如果我感染COVID 會不會嬰兒也有COVID 這個情況其實不常見的 是的 所以不要太擔心 因為經過海外研究的數據 其實 基本上 因為媽媽 我們叫做水積傳播 染到給寶寶的機會 其實大約1-3%左右 所以不要太擔心 這件事 那到最後 如果真的 那麼不幸運 染到COVID 又沒有好 但是閉嘴火了 我現在作動要進來生 那怎麼辦 其實現在每一個醫院 他都有一些隔離的設施 是可以幫助你在隔離設施裡面生產的 但是如果你進來生 不用怕 因為衣服人員會穿著保護衣 你看到 穿著眼罩 全套的保護衣 去幫你 去做生產的程序 所以 你不用怕惹到我們 但是 一定要在安全的情況 來我們安全的設施那裏做生產 但是你也不要怕見到我們全副武裝 這樣嚇到你自己 OK 至於那個生產模式 其實 不會因為你有新冠病情 而去改變的 我們可以 如果順產那一批婦女 我們是有隔離設施可以幫到你順產 而 浮腹產那一批婦女 我們也都有適當的手術室的安排 可以幫到你做浮腹產的 至於嬰兒來說 因為始終嬰兒其實是 我們出生之後 我們知道嬰兒是 assume 她是沒有癌到你 COVID-19的病 所以出生之後 我們都會交給兒科醫生 去觀察她有沒有感染 有沒有病徵 還有 都會可能要辛苦你一會兒 把嬰兒跟你分開一段時間 因為我們都不想嬰兒留在隔離病房那裏 染到COVID-19病毒 所以嬰兒就會去一個乾淨的病房 就是我們叫 不是隔離 避免的病房 這樣去導致醫護人員去觀察她的 In conclusion 其實 希望大家今天聽完我這一堂書的得著就是 知道了 放心如果你們是打了疫苗的 一般來說都是輕症的 不過懷孕後期那個重症的機會率 是會增加多了 另外要注意如果真的感染COVID-19 要監察你的症狀 還有要注意剛才提及過的危險病徵 從而去找醫生 提了很多次的了 多喝水多休息多酒凍 不要只是長期臥床 還有食退消逸是安全的 另外總括來說 早產 高血壓血小板低 血管生失風險都會增加 不過相對來說 我們Fertical Transmission 就是垂直傳播的機會率很低 胎死腹中的機會都是很低的 但是都提醒自己 最重要是注意胎動 如果後週數有問題 立刻去看醫生 我們一定會在這裡支持你的 另外一些網上參考資料 例如我們衛生署的網頁 它都提出一些孕婦的資訊 而WHO其實它都有些資料 可以讓華欣的媽媽去參考的 另外就是英國NHS 其實它們都有些資料可以讓大家參與的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是這麼多了 謝謝施桃醫生 因為剛好有兩位 應該是準媽媽 剛好在討論和Facebook 都分別有問到 如果華孕初期 初期的時候感染了COVID 有一位是做IBF的 其實應該是很快的了 那這個會不會對BB有什麼影響呢 一般來說 因為現在其實Omicron 都是比較輕症 相對來說 比起以前Delta的Wave 是好一點的了 所以大部分孕婦 其實它都是輕症 它恢復之後 又沒有任何後遺症的話 其實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當它康復的婦女去處理 沒有特別附加事情 是跟它需要跟進的 所以不要擔心 謝謝施桃醫生 接下來的下一部分 就會是我 我可以先介紹自己 我先分享我的鏡頭 大家應該可以看到 我是雍淑菲醫生 我本身是一個 婦產科專科醫生 我也是在香港大學的 婦產科學系的 臨床教理教授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課題 就是孕婦和母乳媽媽 可否接種新冠疫苗 其實利益申報 我本身也是一個母乳媽媽 平時當然見到很多不同的孕婦 或者正在準備華人的女士 所以聽到他們說 知道他們也很理解 吃一顆藥也很害怕 尤其是打一些比較新的疫苗 他們自然會有很多不同的擔心 所以也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幾件事 究竟他們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 背後的醫學證據 以及疫苗打針後 如果有副作用的話 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 短答案 最簡單的答案就是 孕婦和母乳媽媽 可以安全地接種新冠疫苗 我們現在建議首選的是 mRNA疫苗 例如在香港 復必泰就是mRNA疫苗 科興可以嗎 其實都可以 而其實任何的孕期 無論是早期、中期、晚期的懷孕 其實都可以接種這些疫苗 而且如果是母乳媽媽的話 打了針後 亦都可以如常地圍捕母乳 是完全不需要停胃的 這個建議其實是根據很多 世界上的醫學團體 都有很一致的建議 包括了世界衛生組織 香港、中國大陸 歐美、澳洲等等 不同的國家 一致的建議 孕婦和暴雨期的婦女 都應該和其他人一樣 去接種新冠疫苗 我們可以理解的 之前這個課題 在香港是少些去討論的 因為始終相對來說 疫情比較平靜 很多人都會擔心 媽媽說免得過 就不想懷孕的時候打 但其實呢 在去年年初開始 或者年中 當世界各地的疫情 爆得很厲害的時候 其實也都剛剛那個疫苗 剛剛開始有 那個疫苗的供應有限的時候 其實很多國家是說 孕婦其實是優先去打針的 譬如老人家等等 一樣都是優先的群組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打針是安全 以及其實是可以幫得到他們的 這個是最新的香港本山科學院的一個建議 是今年三月的時候出的 就是因為其實證據顯示 疫苗是可以保護到我們 包括了孕婦 減低因為COVID而引致的嚴重病況 而且其實相對沒有懷孕的女士 其實如果懷孕的女士 感染了新冠疫苗的話 是大些機會出現一些併發症的 而且譬如說 增加兩倍早產的風險 而且這個延長遺產期死亡率 或者是說胎兒死亡 或者是出生之後28天的死亡率 亦都會比沒有懷孕 對不起 沒有中COVID的人 那個機會增加了50% 所以亦都基於我們現在 對於疫苗的理解 它的安全性的理解 現在我們是建議 計劃懷孕中的婦女 孕婦和暴雨堤的婦女 除非由於潛在的醫療原因 而不適合接種 否則都應該和其他人一樣 去接種COVID疫苗的 而基於現有的醫學文獻 其實香港复診科學院 是建議打復必泰的 即作為孕婦和暴雨堤婦女 的首選的疫苗 究竟背後的醫學證據是怎樣的呢 不算很多 但是都挺令人放心的 我現在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在香港主要就是兩種疫苗 復必泰和科興 復必泰就是一種mRNA疫苗 那個建議其實就是 懷孕都安全可以使用 無論第一第二或者第三針的加強劑都可以使用 都可以使用 科興是一種滅活疫苗 雖然其實沒有相關的懷孕期 或者暴雨期的一個數據 但是根據我們對於這個滅活疫苗的理解 其實都可以使用 不過正如我所說 大部分現在的關於 關於孕婦和暴雨期婦女的 疫苗的證據 其實都是在mRNA疫苗那裡 例如復必泰就是一種mRNA疫苗 mRNA疫苗 其實是比較新的疫苗的一種種類 其實mRNA也就是叫做信氏RNA 你想像它就像一個郵差那樣 去帶一個信息來給我們的身體 就指示我們身體去製造一些叫做spike protein 刺突蛋白 而這個疫苗的mRNA 就會指示我們身體製造一些 好像在新冠病毒上面的這些一支支的刺突蛋白 來令到我們的身體見到 有些外來的這些刺突蛋白 身體就會產生一些免疫的反應 包括製造抗體 還有也有了記憶在那裡 如果將來我們不幸感染到這個病毒 身體就會懂得怎樣去打這個象 如果我們知道了這個疫苗的原理 其實有兩點我們是會想很強調的 第一 這個疫苗本身是沒有含有那個病毒本身的 所以它不會令到我們驗病 而且有一個誤解 有些人說 你打了一些針會不會改變我們身體裏的DNA 是不會的 這個疫苗是不會改變我們身體裏的DNA 另外 mRNA其實是很脆弱的東西來的 它進了人體之後 其實很快就會被分解了 是幾天之內的事來的 所以也都不預計會對我們有一些很長遠的一些影響 實質的 在孕婦的數據是怎樣的呢 我只是選了一些比較大型的研究 小型的那些我就不提了 但是包括了以色列 以色列可能大家知道 其實那個打針率是很高的 非常之高的疫苗接種率 其實他們這個是去年做的研究 他們看了 就是有二萬多個的單胎活產 所謂就是出生的BB 其中其實接近七成的媽媽 是懷孕的時候打了復必泰的 在以色列基本上是打了復必泰的 七成其實很高的 你想一下 還有那時候 大部分是說去年的事 所以我們預計 可能現在的數字會再高一些 如果比較接近七成打了針的女士 她生的BB 跟另外那大約三成沒有打到針出生的BB 其實無論是說天鮮症異常 早產或者是出生體重 輕這些情況 都沒有明顯的分別 就是說打了針不會增加了這些問題 另外歐洲藥品管理局 看了六萬多個人的數據 即是說不同的國家的數據 不過mRNA疫苗 其中大部分的復必泰是一個重要的mRNA疫苗 另外就是莫德納等等 都發覺其實是沒有增加到 懷孕的時候的併發症 流產、早產或者不良反應的一些風險 反而打了針 其實是可以降低孕婦住院 以及死亡的風險 而打針之後的副作用 其實都跟一般人是很相似的 沒有一些額外的副作用 再另外蘇格蘭的一個研究 他看了接近五千位孕婦 是確診了COVID的 其中有七成是未打疫苗 因為很多是說2020年年尾 和2021年年頭的數據 其中有兩成多是接種了疫苗的 有些是接種了一針 有些是接種了兩針 基本上蘇格蘭用的 大部分都是福必泰 或者莫德納 都是mRNA疫苗 他們比較了這些打了針 和沒有打針 但是都感染了COVID的孕婦 發覺如果打了針 其實是會減低住院的需要 也都減少了重症入院的機會 即是要去ICU重症的機會 也都減低了相關的早產的機會 因為剛才指導醫生都說過 會增加早產的機會 另外就是也都會減低了胎兒死亡 或者是生生嬰兒死亡的風險 另外也有研究去看到 如果孕婦打了mRNA疫苗 其實身體裏面產生的抗體 是會經胎盤和無餘傳到給嬰兒的 是可以保護到嬰兒的 例如接近九成多的媽媽 其實在持帶血裏面發現到抗體 持帶就是連著嬰兒和胎盤的 如果持帶血裏有抗體 其實就是說會傳到給嬰兒了 母嬰所有媽媽打了針之後 他們的母嬰都會發現是有抗體的 另外有一個研究是真的看嬰兒 發覺嬰兒出生之後 即是媽媽懷孕的時候打了針 嬰兒出生六個月大的時候 都仍然在他們的血液裡面找到抗體 真是有益處的給嬰兒 另外美國有20間醫科醫院的數據 綜合去看 發覺如果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打了兩劑的mRNA疫苗 其實是可以降低嬰兒 在六個月以內因為COVID而住院的風險 有效性是60%或1% 即是說媽媽在懷孕期間注重疫苗 其實是可以保護出生的嬰兒 這個可能是直接因為經胎盤 過了抗體給嬰兒或者是母嬰兒 但是當然我估計也是因為媽媽打了針 其實保護了自己也間接保護嬰兒 因為嬰兒如果不幸染病 多數都是媽媽或者家人染病 所以媽媽保護了自己 其實對嬰兒都一定會有益處在這裡 另外如果母嬰兒有四個研究 其實他們就叫了媽媽打了mRNA疫苗之後 大部分都是復必態來的 幾天之內去檢查一下 母嬰兒裡面會不會找到mRNA疫苗 即是疫苗的mRNA本身 即是那些疫苗會不會過了去母嬰兒裡 但其實大部分的樣本都偵測不到的 那個疫苗的mRNA 只有少數的樣本偵測到極微量的這個 這個疫苗的mRNA 極微量到怎樣呢 即是假設如果嬰兒真的剛好喝到這個 有這個疫苗mRNA的母嬰兒也好 那100ml其實只不過是相等於媽媽打的針 mRNA的份量的少於1% 即是說總括來說 份量是很低的 而我們知道mRNA其實是很脆弱的 如果嬰兒喝了下肚子也好 在腸裡面很快就會被分解 想一下其實疫苗要打針才有用 喝下去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們都不會喝這些疫苗 不會有用的 所以其實是不擔心疫苗的mRNA 會去了嬰兒那裡有造成什麼影響 實質的研究 有三個研究 人數不算很多 但是由幾十位至百幾位的母嬰兒媽媽 打了兩針的mRNA疫苗 發覺其實媽媽和嬰兒都沒有嚴重的副作用 反而媽媽打了針之後 母嬰兒裡面的新冠病毒抗體 顯著地上升了 這個也對嬰兒可以有些保護性 另外美國有一個研究 六千幾位都算多少 我覺得六千幾位媽媽打了新冠疫苗 其中絕大部分是福利泰或者摩扎 即是mRNA疫苗 發覺打了針之後 其實這些媽媽的配作用 跟其他不是餵人愛的媽媽 其實都很相似而已 而對於嬰兒都沒有什麼嚴重的風險 只不過每一針之後 有幾個%的媽媽會各種原因 停止了胃部母嬰兒 她沒有說為什麼 可能是她自己想停 又或者是真的不舒服 就不知道了 有幾個%的媽媽說打了針之後 好像奶量減少了 但是一天之內都回復正常了 另外有幾個%的媽媽說 對嬰兒有一些疑慮 但她沒有說詳細是什麼疑慮 但是總括來說 都是沒有一些嚴重的問題 總括來說 現在的醫學文件告訴我們 mRNA疫苗其實對孕婦 母嬰兒和嬰兒都沒有額外的副作用 而打了疫苗之後 產生的抗體就會經胎盤 和母嬰兒傳給媽媽 可以對嬰兒提供保護 而孕婦接種mRNA疫苗 其實可以減低因為COVID 而引致的一些孕婦 和新生嬰兒的評判症 總括來說 其實孕婦和暴雨期的媽媽 都可以安全地接種mRNA疫苗 例如福必泰 那熱活疫苗 例如科興又怎樣呢 科興和另一種叫國藥 其實都是在中國大陸常用的 熱活疫苗來的 大家可能有聽過 其實之前的建議 曾經科興的藥廠寫著說 懷孕或者暴雨期是不適合用科興疫苗 不過現在呢 其實就改了的 那個指引 因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那個 雖然暫時是沒有科興相關 即這個克爾來福石科興 沒有相關的臨場試驗證據 但是滅活疫苗呢 其實是一個比較舊一些 長一些的一個技術來的 我們知道其他的很多的滅活疫苗 其實在懷孕期 或者暴雨期用 其實都是安全的 所以其實中國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 都有這樣的建議 因為中國大陸 基本上現在是沒有mRNA疫苗的 那他們的建議是什麼呢 就是說新冠病 基於他們對疫苗安全性的理解 就是關於滅活疫苗 建議一些高風險的 這個除了懷孕 暴雨期之外 另外其實孕婦也是一樣的 其實都是建議可以接種這個新冠疫苗 還有之後也都建議是可以繼續 母乳維養的 而在今年二月 科興藥廠也都將華孕和暴雨期 從這個禁忌症的列表之中 就剔除了 就是說現在呢 其實香港政府也都授權 科興是可以用於孕婦 和暴雨期的婦女 而打了科興疫苗之後 其實都可以如常養胃暴雨 這就是香港衛生環保中心的最新的建議 懷孕或者暴雨 其實都可以接種 復必泰和科興都可以的 應該盡快去接種 復必泰就是第一針、第二針、第三針都可以接種的 科興方面雖然沒有相關的證據 但是根據我們對於它的原理的理解 其實都可以接種的 有些常見的問題 華醉人應該什麼時候打針好呢? 我們建議你盡早去接種 如果你沒接種過的話 特別是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華人的後期 其實是 如果真的感染了COVID 其實風險是特別高的 所以 早期或者中期的接種 就可以為你提供了一個保護線 特別是現在的疫情這麼嚴峻 如果有些媽媽說 我之前沒打到 但我現在已經到華人的第三期 即後期 或者快生了 我可不可以打? 都可以的 仍然是可以接種疫苗去減低相關的風險 你那些疫苗打針之後 其實那個經磁帶會把抗體給寶寶 是可以保護到寶寶的 再提大家一次 沒有證據顯示 疫苗是會增加流產的風險的 如果你真的擔心 初幾個月打針 會不會影響寶寶寶發育的情況 其實我們真的不是那麼擔心的 我們都理解有些媽媽會擔心 說可不可以過了三個月才打? 都可以的 是的 另外 有些媽媽說 我華人前打了兩針 你不應該打第三針? 現在最新的建議 就是打完最初的兩針 三個月就可以打加強劑了 因為其實打完兩針之後 隨著時間 那個中和抗體 會隨著時間減弱的 而接種一加強劑 是會有效地減低感染之後的 症狀和嚴重頻發症的機會的 剛才其實有一位 我看到有一位媽媽問我們 她打了兩針 但是不幸染了病 現在已經康復了 應不應該大加強劑呢? 根據和抗體中心最新的建議 應該是如果你已經打了兩針 之後染疫的話 應該就不需要打第三針加強劑了 除非之後會有新的證據 有新的建議 也要看回疫情的發展 變種病毒等等 但是現在的建議 如果已經康復的話 應該是不需要打第三針的了 如果你是未打齊兩針的 染了一疫的話 其實應該就 如果說復必泰 應該是隔三個月之後才去打的 另外也有媽媽問 因為懷孕的時候 現在都會建議打白日咳的疫苗 如果又想打COVID的疫苗 應該怎樣 兩種疫苗應該相隔最少14天 無論哪一針先都好 14天之後才會打另一種疫苗 如果不知打哪一針先好 或者那個行程應該是怎樣 你可以諮詢你的醫生去安排 看看是怎樣最適合你 那打針之後的副作用又怎樣呢 那副必泰的常見副作用就是 即累、肌肉痛、頭痛、發燒等等 關節痛、註射部位的痛 科興都是類似的 接種部位的痛、頭痛、累等等 那如果真的打針之後 媽媽有這些副作用應該怎麼辦呢 多喝水 特別是如果發燒 或者甚至肚子 喝足夠的水分 那退消止痛藥 Paracetamol 即是破熱色痛 其實懷孕和母親都可以安全服用的 那也可以照餵人奶的 不需要停餵的 如果註射部位的不適 其實可以冷敷 去舒緩這些不適的 如果家裡有寶寶的 那你可以穩定家人 多幫忙照顧一下寶寶 因為你自己打針也可能有點不舒服 所以要休息一下 但是記住其實是可以繼續餵母乳 是不需要停餵的 有些媽媽可能會擔心 哎呀打針我怕不舒服啊 又或者是 就是奶量暫時少了的話呢 有些媽媽會考慮先泵一些奶 去等就算自己不舒服 都可以餵到寶寶的 都可以的 但是其實可以繼續餵母乳的 那總結了 就是孕婦和母乳媽媽 其實打針之後呢 其實都可以安全地接種 這個復必泰或者是科興的 那打針之後其實抗體呢 可以透過磁帶和母乳傳送給寶寶 那我們現在建議呢 復必泰是一個孕婦和保育期的首選疫苗 雖然科興都可以的 那孕婦其實任何的孕婦都可以接種疫苗 包括了第三針的加強劑 而母乳媽媽其實接種疫苗之後呢 都可以如常地餵母乳的 那就是這裡小小的一些文獻這樣 那這個就是其實衛生服務中心最新的建議 那還有香港富山科學會 最近我們都很大力地推動孕婦和母乳媽媽 其實都是可以接種疫苗 都是安全的 那是的 因為我剛才就一直說 就沒有時間去看那個 checkbox或者Q&A那裡 那我可能等到最後的時候 我看看如果有些問題的話 我可以再跟大家分享 關於疫苗那方面 那接下來的時間呢 我就想交給吳鴻宇教授 吳教授hello 你可以share你的screen先 那吳鴻宇教授呢 是我們香港大學富山科學系的臨床教授 那他也是香港大學的醫學博士 其實他在我們香港大學的 輔助生育中心呢 其實已經工作了差不多30年了 他也是我們中心的負責人 那他主要 他當然也是一個 負產科的專科醫生 那他做的工作呢 他比較多是幫助一些不孕不育的夫婦 去做一些生育治療等等 那所以我相信很多最近 準備著懷孕的夫婦都會問吳教授 如果我中了招 我什麼時候可以懷孕呢 或者是我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的 就是我正在準備著懷孕 那我請我這個時間交給吳教授先 OK 你已經看到的鏡頭了 看到 OK 謝謝Sophia 其實我今天想說兩個題目 剛才Sophia也說了 關於如果想懷孕的夫婦 可不可以打新冠疫苗的 當然其實這個我們已經在 今年的2月20號的時候 都做了一次的網絡研討會 你可以看回那些資料 因為詳細一點 因為我又不太想再重複 但因為其實我想 這段時間都知道 其實新冠疫苗那個 新冠肺炎的影響都很多 就算有些夫婦可能打了針 但也可能會感染 所以我想說一說 其實如果真的感染到的話 對生殖系統 無論是男士還是女士 有些什麼影響 因為很多人都可能會比較擔心 所以可能會那個重點 就是放在前面的一部分 如果你有需要可以看回 這個Facebook 我們應該都放在YouTube那裡 我分開兩部分 其實就說回女士 男士 女士那裡主要是說回 其實對卵巢 卵子的影響 另外就是子宮 主要關於內幕 男士其實重點 都是說回 對精子的影響 但是 因為其實臨床資料 其實不是很多 因為如果我們看回很多的研究 其實當然你知道初期 都是會一些 樣本量很小 所以很多時候只是說 我們只是拿一些有感染過的 新冠肺炎的病人 就是患者 跟一些沒有感染的做一些對比 那這些對比其實是會在統計學上 很難 因為其實是兩組不同的人 很多時候的比較 可能是怎樣選擇一個 就是沒有新冠患者的問題 我們沒有辦法做到 就是新冠肺炎之前和之後的對比 因為這個才是 有一個比較可靠的資料 當然其實 新冠肺炎本身的程度有不同的 因為你現在都知道很多 其實病人可能都是家居隔離 有些病人嚴重到要入院 甚至要去深切治療部 所以這些全部的程度有不同 當然現在比較複雜的 就是說有不同的變種的話 可能對身體的影響都不同 而我們在醫學文獻看得到的資料 通常都是早期的資料 可能是一些圓珠營或者早期的α 那些 變成 現在我們知道 譬如說去到Omicron 更加沒有一些新進的資料 那些病人有沒有用藥 這些都會影響了 新冠肺炎的患者 其實對新進系統的影響 還有就算我們現在說這些報告出來 其實觀察期都是短的 很多時候可能只是患者 復原了幾個月的時間 我們缺乏一些長時間的跟進 但是我們之後會看到 但是在短時間 在現在現時 我們其實沒有相關的資料 所以其實我們不可能說 可以給到一個很全面的答案 我們剛才雍醫生也說過 其實新冠肺炎 其實它本身的過濾性病毒 就是這個病毒 它那個表面就是有些叫刺突蛋白 因為它如果要影響人 它進入人的細胞 它要透過這個刺突蛋白 在表面接觸細胞的受體 那個受體就叫ACE2 其實這個受體不是單獨運作 因為它需要另外一個受體去幫助 如果我們有些組織 是多這些受體的話 我們就會擔心這個影響 這個組織的機會會大 如果我們看回女士來說 其實在卵巢 包括卵子、卵巢的組織 陰道的組織、子宮 胎盤其實都找到這些受體的表達 也在以前的研究也知道 這些在卵巢的ACE2受體 其實會是幫助到一些賀爾蒙分泌 卵巢的發育、卵子的成長 排卵、維持黃體 就是整個排卵的過程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也會擔心 如果有感染了新冠肺炎 會不會影響到卵巢 一個理論的基礎 也是因為我們真的在狼杯檢查的時候 會發覺同時有找到這些 就是這兩個受體的 其實都是一個高的表達 所以我們都會擔心 會不會對杯胎有什麼影響 其實在藍士高院的組織 也是找到這些ACE的受體的 首先就是說 其實在卵巢和卵巢組織 會不會找到新冠肺炎 其實早期的報告 是說會找到的 但早期的報告很大的問題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的病人 其實程度是嚴重的 這個是比較近期的研究 你看到其實是今年年頭 歐洲一個中心出來 其實有差不多300個患者 有不同的樣本 其實有三組的患者 第一組只是透過一個新冠的問卷 有些病徵 但新冠檢驗其實是陰性 其實不能當作是一個新冠患者 第二個就是檢驗裡面 真的有這些檢查裡面 新冠檢驗是陽性的 這些是一些患者 很多人其實那個感染都是輕度 其他的人就是 無論在問卷的調查 或者檢驗裡面都是陰性的 其實他發覺 無論在卵拋液 陰道的分泌 或者卵巢組織裡面 其實都找不到新冠肺炎的 過濾性病毒 所以早期的研究 找到有 但如果有些大樣本 尤其是精像很少的環節裡面 其實找到的機會很少 很多人會擔心 那個卵巢既然會有這些仇體 那會不會真的影響到卵巢的儲備 因為我們知道卵巢的儲備 會影響到懷孕 但是這些研究 就不是一面倒的 因為其實有些研究 顯示到 你如果找一些新冠肺炎 恢復了的婦女 和一些對照組 對照組來的 因為其實沒有辦法 可以找到一些人 是新冠肺炎之前 之後的 那會發覺 其實我們用那個指標 就是AMH 其實發覺是沒有差異的 當然了 其實也有一些報告說 是會有差異的 所以我會覺得是可能 不同的新冠肺炎的患者 嚴重的程度 而且是看你的對照組 找一些什麼組別 因為理論上 你應該找一些年紀 相約的 也可能沒有一些病歷 會影響卵巢的組織 這些都會影響了結果 也有些擔心 會不會對試管嬰兒 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其實這幾個都是一些 我們講的觀察的研究 有五個 結論是綜合了 其實它對卵子 對胚胎的數量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只是單純看 有多少卵子 有多少的胚胎 受精率也是穩定的 跟一些對照組 沒有感染過新冠肺炎 是沒有什麼明顯分別 如果你看回 可能對卵子和胚胎的質量 這個數目是有影響的 這個可能的解讀 就是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這些都是發炎 五星冠肺炎本身都是一個感染會 導致發炎 它會引致了會高一些 的濃度的壓力 就會導致卵子的環境 會受損 從而減低質量 但當然這個問題就是 這個濃度的壓力 可能不是一個長時間的存在 因為那個肺炎過了一段時間 可能就已經沒有了 當然了 我們其實沒有一些長遠的 跟進的數據 很多人會發覺 新冠肺炎之後 可能的驚奇有些影響 這個也是兩個 國內出的研究 你會看到 也是找到一些 有感染過的新冠肺炎 也是找到一些 沒有肺炎的對照組 你會發現 其實都幾多的女士 會有驚奇的亂 包括了驚奇的流量 驚奇的時間 可能有三成左右的女士 都是這樣 這個可能純粹是因為 你這麼說 新冠肺炎對很多的病人 對很多女士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壓力 很多人可能會有發燒 不舒服 用藥 這些全部都會影響到 驚奇的影響 所以 但是如果你跟進 看回 基本上 看到 其實如果跟進 其實這些女士的驚奇 都會回復正常的程度 我們知道子宮的內幕 有沒有影響 因為怕擔心懷孕 但是其實檢查到子宮的內幕 其實這兩個受體的表達 其實是不高的 這裡有一個研究 就是說 新冠肺炎 真的是入圓 你看到是比較嚴重的 女士在這裡 進行了子宮內幕的活檢 這個活檢 就是我們放了一個吸管 進去子宮內幕去看 發覺這些全部的樣本 就算當時其實有新冠肺炎 其實這些檢測都是陰性 所以我想對子宮內幕的影響 應該是極輕微的 那對藍士的影響 就是透過幾個渠道 因為其實新冠肺炎會影響 過腦部 影響過腦垂體的荷爾蒙分泌 從而影響到高院的影響 也都是 剛才我們也說 其實在高院的組織 是會找到 ACE2的受體 所以本身也可能會影響 這裏是一個 我們講的一個匯瑞的分析 看看 在一些精液 甚至高院的組織 那裏找不找到 這些新冠肺炎的過濾性病毒 其實是找到的 不同的階段 可能有不同的 因為在精液 其實在傳染的階段 其實大約7%左右 其實不是很高 如果那個男士已經復原了的話 都其實 在法國找到大約1% 甚至在高院的組織 但這些高院的組織 通常的男士都是比較嚴重 因為其實有些研究 是從一些已經是 因為新冠肺炎 導致了不幸過身 在高院檢查 所以這個變成了 其實是一些我們講的 比較極端的個案裏出現 那麼 對它精子有什麼影響呢 這是一個歐洲 可以說是很近期出的研究 但這個近期其實都 你知道出的 文獻已經有一段時間 就是120個左右的男士 但這個研究 其實它就不是一個 我們叫做跟進的研究 它只是說 根據那個男士 就試過新冠肺炎 那就 根據他以前感染的時間 它分開 一個月內 一至兩個月 兩至六個月 看看究竟 去檢查那些精液 然後這三組比較 有幾個結論 可以看到 就是說 這些精液其實 如果在感染一個星期之後 其實已經找不到 這些新冠疫苗的菌 就是說 其實它如果真的有的話 都可能很短暫 因為其實它最短的 六天後 檢查已經是陰性化 如果真的有 都是很短的 所以其實那個傳播力 是很低的 所以如果說透過 譬如說 就是 例如 交叉感染機會很少 其實它會看到 這個精液其實是有受影響的 譬如說精子的濃度 它的活躍 其實越是近的感染 就是比例越高 結論只是這樣 因為 它沒有辦法去比較 不同組別 因為其實是不同的男士 其實它會發覺 精子這個數量 活躍 其實大約是差不多 三個月後 其實它就應該已經 回復正常 所以可能那個感染 產生的 oxidative stress 大約都是三個月 那你也知道 精子的 就是 那個 life time circle 其實大約是 三個月 九十日 所以重新的精子 再出來 其實就應該回復正常 所以我們簡單說 就是 女士可能會影響驚奇 但是這個也是很短暫可以逆轉的 卵巢 儲備可能有部分人減少一下 那 是不是持續 不知道 那對小嬰兒的影響 就是會減少了 杯胎的數量 就是優質的杯胎數量 但是這個 是不是就是說 過了一段時間會逆轉呢 其實我們沒有數據的 蠟蠟 就可能會影響那個精子的濃度 活躍力 但是應該在一個短時間 就應該會解決的 那麼 後面那裡其實 我想你可以看回我們在之前那個 之前那個 就是那個 就是網絡研討會 我想其實我們基本上有動物的數據 其實有早期的數據 其實也發覺 如果就算是早期的懷孕 打了這些的 疫苗針 尤其是我們說 Messenger RNA 其實對那個 流產率 對胎兒那個不正常的機會 其實跟沒有打的病人 那麼 它可能是用回以前一些 我們說 之前 就是我們說未有COVID的年代的數據 去做一個比較 那麼所以我們其實都覺得 可以這麼說 是安全 這裡有一些短期的一些檢查 就是看回真的那些人 有時候打了疫苗針之後 其實是看回那個卵巢的儲備 他做事管嬰兒前後那個對照 其實都是發覺不會影響的 所以我們說 打新疫苗其實 基本上不需要去等 這個研究也看到打完之後 對精子其實是沒有什麼影響的 所以我想有些人擔心 打完新疫苗是對驚奇有影響的 那麼 很多我想在網上都問我們 其實這個是美國做一個大型的研究 他會看到 是 接種了新冠疫苗之後 是對驚奇有影響 但是那個影響 他看大的數據 因為都差不多 是有二千幾個女士 其實影響只是少於一天 我們說 在臨床沒有什麼特別的意義 所以我覺得我們的結論 就是說 其實婦女可以在避孕 就是想懷孕 或者接受生育治療的時候 可以接種新冠疫苗 這個不影響生育和懷孕結果 如果他接種了之後 是不需要等多久去嘗試懷孕的 如果真的擔心的話 盡量可以在生育治療之前去完成這個疫苗 因為其實打完針 剛才雍醫生也說了 是有點不舒服的 好 這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 好,謝謝吳教授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 不過大部分的問題 剛才我在Q&A box那裡都回答了 如果大家還有 譬如關於疫苗方面的問題 可以在譬如我們的Facebook那裡問 我們也可以的 另外,不過有幾條問題 可能是關於被癮中的他這樣說 吳教授 有位朋友就問 打了三針 現在在等待放IVF 放胎 但不幸中了COVID-19 應該過多久才再放胎呢? 還有之前有沒有什麼要準備呢? 其實如果感染了 其實現在沒有什麼特別的指引 理論上如果你說已經OK了 沒有什麼不舒服的話 其實就已經可以放回胎胎 於是你擔心 因為其實你看到有時候感染 譬如說會不會增加了 濃度的力量的話 我想如果想等的可能 可能等兩三個月 但我想這個純粹都是 根據我們 就是看一些文獻 那些提示 所以我沒有什麼特別 真的要等的 明白 另外就是 或者 其實還有兩條問題 另外就是 我在帳戶那裡 發了一條連結 麻煩大家 可以給我們一些意見 你可以按進去 在帳戶那裡有一條連結 那就是 告訴我們 你覺得 內容有沒有用 還有有沒有什麼 建議我們接下來的研討會 想不想我們做 講一些其他的什麼題目呢? 另外 吳教授 另一條問題 就是有一位 女士 有多狼卵巢 綜合症的問題 我估計 那最近 男士和女士都感染了COVID 好起來了 那會不會更加影響過懷孕呢? 要不要怎樣 調理身體 或者建議多久才嘗試懷孕 那如果那個女士是 我想多狼卵巢 可能應該是不排卵 驚奇的 不好 那我想如果那個先生 真的感染了COVID的話 就是剛才我們都說 那有些研究是會說 就是感染新冠肺炎之後 對男士的精子有影響的 那如果你說純粹從那個 其實上司自然壞人的話 理論上其實就 我想不需要說 特別用什麼避孕辦法 因為剛才說 其實他復原一個星期之後 其實那個精液 已經沒有一個感染力的 那但是就 我想如果你說真的 如果他本身是需要做治療的 譬如說 可能要吃排卵丸等等 那可能會等三個月 因為其實精子 我想那個復原期 大概三個月 那可能才吃回 譬如說排卵丸 令到排卵丸等等 那另外呢 另外有一位就問男士和女士 一針都未打的建議 那我想建議好一致了 兩位都可以盡快去打 是的 我們的角度 如果你在準備懷孕的 似乎復必泰的數據就多些了 是的 那如果各種原因想打科興的 其實都可以的 那最後呢 是的 其實我想 其實有幾多數據 看到其實打這些疫苗針 不會影響那個生育的 所以 我想如果現在看到那個 新冠肺炎這麼嚴峻 那我想盡早打針應該是保護自己的 還有其實都看到懷孕的時候 保護太太 也都保護了小朋友 嗯 另外這條可能請Kathy回答一下 Kathy 有位朋友就說 她的親人剛剛 就是流產了六個禮拜內 那她就 剛好那天打了科興 是同一天 那她就沒有覺得關於疫苗事 但是私生就覺得有關 很傷心 那作為家人 應該怎樣陪伴這個家庭呢 是否暫時不要提打疫苗 以免刺激她的先生呢 這樣 她現在正常面對 膝胎之痛 那個家庭 那其實我們女青年 剛剛都 我們有一個小祝福的項目 是會關顧這些 膝胎流產的家庭的 那她可以電話聯絡我們的 那我都可以給個電話號碼他們 這裡 她可以直接聯絡回5106 2289 那我打回上去 在哪裏打不 好像打 5106 我打了 我打了 5106 媽289 5106 媽289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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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覺得 我想 是的 疫苗 可能現在不是最重要的時間 去提這個 可能都是關懷了 家人先 這樣 好 那似乎我們 很好 回答所有朋友的問題 不好意思 過了幾分鐘 那今天 再一次很感謝各位 亦都很感謝YWCA 跟我們 合辦這個 就是講座 這樣 那 又提了一次大家可以 在那條連結那裏 那裏 就是去 告訴我們 有沒有用啊 今天的內容 還有可以提議一下 有些什麼我們想 我們下次在這裏 分享一下 這樣 是的 多謝大家 那我在這裏 很想祝大家 逆來信任 是啊 我覺得這個 是一個很好 是一個很好的名字 這個 這個program 雖然疫情 我們避免不了 或者未必有很多 在我們個人 做得到 但是 譬如說打針 又或者關懷旁邊的人 等等這些 都是很有用 當然 YWCA的 來信任的服務 也都希望可以幫得到大家 是的 好 那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好的 好的 謝謝 拜拜 拜拜